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往往以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为荣,然而,晋朝作为实现大一统的王朝之一,却以其短暂和混乱而著称,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宫帝司马德文,十五位皇帝中只有半个能称的上士明君,本文将深入探讨晋朝的建立、治国能力、政治动荡、文化社会以及其衰落,展示这个王朝显为人知的复杂面貌。 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晋朝由司马炎在266年建立,结束了三国纷争,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 这一历史性,时刻宣告了魏、蜀、吴三国时期的终结,重新将中原大帝纳入同一统治体系之下,司马炎即进五帝,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巩固统治的措施,制定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官僚体系,为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做了初步规划。 然而,这些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上层的腐败与奢靡而未能完全实现其预期效果。 晋朝的皇帝中拥有实际治国能力的寥寥无几,泰国皇帝司马炎在位前期,凭借其全谋与远见,成功地统一三国,为晋朝奠定了基础。 然而,后期的交涉淫逸和对权力的放松使得晋朝逐渐走向衰落,晋惠帝司马中则以何不识肉迷的无知著称,显现出统治者与民间生活的巨大鸿沟。 他在位期间,全国处于内乱和饥荒的困境中,却对此毫无作为,晋怀帝司马赤和晋敏帝司马叶在位期间被敌军俘虏,国家政权岌岌岌可危,表现出晋朝统治的脆弱与无能。 更不用提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公帝司马德文,这两个在政治舞台上仅扮演傀儡角色的皇帝,晋朝历史上,八王之乱是一次严重的内乱。 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动荡,这场从290年开始延续至306年的内乱,由晋惠帝的无能引发,几乎摧毁了晋朝的统治根基,八王之乱不仅消耗了国家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还加剧了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地方割据。 此外,全臣桓温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皇权,使得晋朝的政治更加混乱。 桓温虽然曾一度试图通过北伐恢复中原,但其目的更多在于增强自身势力,最终让晋朝陷入更深的政治泥潭,尽管政治上动荡不安,晋朝在文化艺术方面仍有所发展。 其中以东晋时期的文化成就尤为显著,晋朝的书法巨匠王熙之,其蓝亭旭,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绘画方面,顾凯之的作品也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显示出晋朝在文化艺术上的独特成就,社会方面,晋朝的动荡导致了世家大族和官僚阶层的逃难与迁徙,形成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这种社会变动推动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为南北朝时期的均衡发展打下了基础,晋朝的衰落与皇帝的无能密切相关,从司马延后期的奢靡到司马中的无知,再到后来的傀儡皇帝,晋朝的统治阶层未能有效治理国家,导致了国家的快速衰落,八王之乱和不断的内外冲突,使得国力消耗殆尽,最终在南北朝的分裂中走向终结。 历史上,晋朝被后世批评和唾骂,作为一个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其仅仅存在了短短数十年,晋朝的教训显而易见,统治者的无能和腐败,全臣的专权和内斗,都是导致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 晋朝作为大一统王朝,虽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其短暂的统治和皇帝的无能,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糟糕的大一统王朝之一。 晋朝的历史教训,提醒后人治国之道的重要性,无论是作为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了解这段历史都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希望通过反思晋朝的历史,我们能在现代社会中汲取经验,建设更加公正,稳定和繁荣的社会,谈及领土问题,秦始皇的形象立刻浮现脑海,他不仅完成了六国统一。 更构筑了空前的大一统王朝,为后世奠定了稳固的领土基础,后世的子孙,不论哪一位登上皇位,大一统的理念都深知于心,如同他们的天命所归,他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完成这一使命,从未有过任何动摇,历经千秋万代,始终坚守大一统的信念未曾动摇,这份坚定的追求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了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追求和信仰,秦始皇虽一统天下, 但外敌威胁犹存,周边部落不断挑衅其权威,为确保江山稳固,他倾尽全力,修筑万里长城,坚决抵御匈奴的侵扰。 然而,匈奴并未真正被征服,此后的三百多年间,忠凶战火连绵不断,只要中原稍有动荡,匈奴便敏锐地察觉并伺机而动,企图从中获利,汉朝时期,我国与匈奴的漫长战争终于落下帷幕, 这场长期的冲突不仅见证了国家的坚韧,更促进了民族间的紧密团结,在楚汉争霸的烽火中,群鹰晦翠,各有千秋。 然而,最终刘邦凭借智勇双全,战胜群雄,成功建立起了辉煌的大汉王朝,开创了新的历史篇章, 在历史的洪流中,为、蜀、吴三国相继崛起,最终合并为西晋。 然而,西晋的统治并不稳固,霸王之乱如同烈火燎原,彻底动摇了其统治根基,提及五胡乱花。 实际上,动荡的局势远非这五个民族所能概括,他们仅作为代表性的符号存在,实际影响远超此数, 经过南北朝的动荡与变迁,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行,直至隋朝的建立,中国终于再度迎来了统一的辉煌时期, 这一历史阶段标志着新的篇章的开启。 实际上,元朝时期已显露了某些迹象,通过观察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窥见一些隐藏的线索,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历史背景的钥匙,满足早期,保留其独特性,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转变了观念,积极吸纳汉族精英,重用汉族官员, 并广泛迎娶汉族女子,展现出了开放包容的姿态。 我国的疆域正持续扩张,版图不断向更广阔的地域延伸, 展现出国家日益强盛的势头和不可阻挡的发展步伐。 周朝时期,疆土的拓展并非依赖于暴力或强权, 而是巧妙地通过传授耕种技术和推动技术建设。 实现和平而富有成效的领土扩张,他们原以为外敌入侵, 然而这些外来者却意外地促进了农业技术的飞跃, 如此喜人的成果,怎能让百姓们不欢欣鼓舞呢? 唐太宗时期,他独具远见地将工程师研究者派往吐蕃, 此举不仅彰显了中原的先进,更为落后的吐蕃带, 带来了知识与希望,使其走向繁荣。 在政策的扶持下,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幸福感不断增强, 为社区的繁荣稳定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虽嫌少主动挑起战争, 却因其广袤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屡遭外族觊觎, 然而,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的疆土却日益扩张, 展现出了其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 昭军初赛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佳话, 他,王昭军自愿远嫁匈奴, 促进了汉兄两族的和平共处,成为了民族融合的典范, 在抖音百科中,他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传颂千古,隋朝虽然短暂, 但却开创了科举制度的先河, 在隋朝科举考试中出现了最早的状元, 他们中有张笋之,孙福佳,侯军素等人, 都是当时朝廷的栋梁之才,进入唐朝。 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 状元们也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大放一彩, 孙福佳作为唐朝第一位状元, 其官职达到了大理寺卿的高位, 此后的状元们如陈伯玉、杜丸等, 也都是朝廷的重要官员, 宋朝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状元们更是层出不穷, 从杨历到刘春林, 宋朝的状元们大多以文官为主, 他们在文学、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成就, 其中,文天祥作为南宋的状元, 不仅官职宰相, 更是民族英雄的代表, 在元朝的侵略面前, 他坚守信念, 誓死不屈, 最终英勇就矣。 他的事迹和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世的人们, 他的一生都在为抵抗外敌, 保卫国家而奋斗, 元朝时期, 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 科举制度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但尽管如此, 元朝的状元们仍然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他们中既有汉族世人, 也有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精英。 这些状元们在元朝的官场上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明清两代是科举制度的巅峰时期, 也是其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 明朝的状元们以张居正、 杨慎等为代表, 他们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而清朝的状元们则更加注重实用性和精士致用的能力, 如翁同和、张之洞等人都成为了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家和改革者, 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落和近代化进程的推进, 清朝的状元们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清末民初的状元们虽然仍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但已经无法与唐宋时期的状元们相提并论了,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重要制度之一, 他历经千年而不衰,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才, 从隋朝到清朝的立位状元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他们的名字和事迹都成为了历史的注脚和传奇,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 不仅要感叹于他们的才华和成就, 更要从中汲取力量为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奋斗。